大家好 今天是9月13日 星期一 市民明顯逆轉 上星期五的市 高收於26,205點 當日升了489點 而且指數走在10和20天線流上 的確有輕輕再向上望的憧憬 但今天這個憧憬已經被粉碎 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低下320點 到25,885點 這一刻 技術上已經跌穿了10天平均移動線 之後由25,886點 開始輾轉反覆下限 直至下午3點 指數更加一度低見25,570點 即是這一刻跌了635點 當然也進一步跌穿20天平均移動線 9月份暫時來說 當然只是一個先高後低的格局 指數暫時來說 是由8號的高位26,560 輾轉跌到 今日的低位25,570 跌了990點 到底這個波幅能否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如果有看波幅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波幅一定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 只要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意味著 更加低的指數 可能仍在後面 尤其是目前來說 騰訊 美團 阿里巴巴 以至小米 這些 主要的恒指成份股 新經濟股 技術上全部反覆大元 似乎 資金入市的態度真的很保守 可以看到近期的大市 升的時間 成交金額不配合 好像上個星期五的指數升489點 成交金額得1489億 為甚麼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者對後市的看法都比較保守 其實我應該說過 這幅市只是一個反彈市 不是一個新的中期升浪的開始 所以經過一輪的反彈之後 資金是不願意再高追 反過來 當有個技術上的反覆再出來的話 拿著貨的投資者就按來不住 頭一輪的下跌 可能還有少許信心 第二輪的信心開始動搖 第三第四輪已經沒有了信心 換句話 在持續反覆不明的情況之下 持貨比較多的投資者 很大程度上會慢慢慢慢的 額耐不住 再說 8日出現今個月的高位 13日出現今個月的低位的 機會和可能性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大 因為幾個交易天出現一個月的高低位的機會 其實是比較少 意味著 如果8日出現今個月的高位 低位可能仍在後頭 才會再出來 10天線現在在26,035點 坐近水平 20天線大約在25,751點 即是指數 一日仍然走在20和10天線之下 意味著大市 沒有太多的常望的憧憬 不妨看看指數 由24,748點 反彈到26,822 回頭跌到24,581 繼而再反彈到今個月的高位 26,560點 到底這個 技術上的反彈是否過了段落 你只是看移動線已經知道 如果指數持續走在12,000 線下 理論上這個所謂的技術上的反彈 已經過了段落 再看到一件事 這個是26,822點 8月11個高位 這個是9月8日的高位 26,560 即是技術上來說 市是慢慢向下行 不但這樣 從這裏度上來 一步一步地向下 這條是一條 中期的下降軌 仍然握住整個大市 當然知道 低位好像有個小雙底擺在 但這是一個下降三波形態 技術上 形態上 一旦跌穿了24,581 即是今年的市 是會進一步向下穩低位 無論怎樣都好 大市始終都是反復帶遠的 任何的部署 任何的短線炒作 正確的 贏五格八格 老實說都會計數 反過來輸回五格 或者八格 理論上你都會減榜或者止蝕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3 星期一 上個星期五 股市是 收在 26,205點 而且是走在 10跟20天前以上 當然 當天是 收在最高的指數 可是今天看起來 就是一面 一面度往下的 先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 恒生指數先低開320點 到25,885點 之後從那個25,886點 一直往下調 直到下午3點 10分左右吧 指數今天最低 見過25,570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指數大幅度下調635點 當然 指數也跌圈10天跟20天線 單單從 那個移動線方面來看 現在的 恒生指數 是走在所有的 平均移動線之下 單單看那個走勢 當然是反復不想往下 尋找低位的走勢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9月份 暫時還是個先高而後低 從8號的高位 26,560點 到今天 暫時的低位 25,570點 指數已經回調 990點 當然 990點 這個波幅 我想還是相對 比較小的 只要 先高後低的走勢 不變的話 基本上 可以跟大家說 更低的指數 很大機會 還是在後面 好了 我們從 從7月份開始看 7月27號的低位是 24,748點 一直反彈到 8月11號的高位 26,822點 然後回調到 8月20號的低位 高位24,581點 從解育分中開始的反彈 到 這個月8號的高位 26,560點 股市是反彈了 1,979點 這個波幅不算是 很多 可是 就是有一點大家應該看到 就是指數往上走的時候 成交方面是比較少的 等於說 資金 還是比較保守 反而股市往下調的時候 成交是比較多的 那等於說 抓獲的投資者 很大部分 都已經 可能是 感覺到好像 不對了 所以變成來說 最終還是把 股份一點一點的 減持 變成來說 零碎的估壓 不斷的出現 現在看起來 9月份要擺脫這個 先高二後低的走勢 是有一點的困難 首先 指數是走在 10跟20天線以下 第二 就算是股市能夠 有一點點的反彈 可是 成交方面還是比較保守的 還有一點大家看到 一種新經濟相關的股份 走勢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反復 像成信 像阿里巴巴 還有美團點評 小米 這幾個南籌 在寒生指數 真的比重 差不多26% 他們走勢還是 不斷地反復而帶遠 當然其他的 舊經濟的南籌 像惠鴻 像友邦 還有平保 還有 香港交易所 走勢還算是 不錯 最低限度還是 穩守在一個 低位附近 其中來說 相關交易所股價 是相對來說 比較亮麗的 可是 傳統的南籌 大部分還是 油皮不動 新經濟相關的股份 還是反復而帶遠 那等於說 整個股市 就算是 不會怎麼樣 大幅地往下跳 最低限度 反復帶遠 反復不明的走勢 暫時很難改變的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最好還是 抓多一點現金在手 保留實力 當然 抓貨比較少的朋友 問題 還是不會太多 可是抓貨比較多的朋友 要是沒有做風險管理的話 現在心一定很亂的啦 因為 股市再往下調的話 有一天 要是你打算 把股份搬出去的話 可能 是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才減持 那個時候 虧損的程度 一定比自己 股價會大 這個大家小心一點點 好啦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下午跟我們 下午又在床擊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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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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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